一个好丈夫一定会有的六个特征 看看你家劳工赞了几个 第一 对待你的父母亲戚朋友 就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好 每次去看望你父母 想买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比你还上心 第二 会做饭会帮你分担家务 心疼体谅你的不容易 第三 遇到事会和你商量 会听取你的建议和意见 第四 愿意和你聊天 倾诉心理的话 而还会依赖你 第五 去哪总是主动和你报备 回来晚了会提前打电话说明 让你很有安全感 第六 两人发生矛盾不会冷战 即使吵架 事后也会主动沟通 如果你的老公全都达标 恭喜你 嫁了个好男人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很多粉丝问我 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是嫁对了人 一个男人对老婆的态度 就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幸福程度 那婚姻幸福的女人都是如何挑老公的呢 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看看她们是如何选老公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对方的父母 必须强调这个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男人的父母关系是和谐的 男主人懂得包容妻子 家庭的氛围其乐融融 他们的儿子从小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中长他 而如木染 那他一定也差不了 公婆有能力 民事里会让你们的家庭生活少很多矛盾 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第二点就是看经济条件 不要想着高攀 也不要选择下架 虽然这很现实 但是爱情不能饮水饱 好的婚姻是一加一等于二 如果和这个人结婚 还不如你单身自己生活 那你结婚干嘛 杜结吗 醒醒吧 进入婚姻有了孩子 你就会明白钱的重要性 一睁眼哪个是免费的 生活中确实80%的问题 都是要用钱来解决的 第三就是看相处时候的细节了 看两个人合不合拍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遇到矛盾会被沟通 这个男人会不会做家事 懂不懂得照顾人 从生活的细节处去观察 了解这个人 婚后会少很多抱怨 男怕入座行 女怕嫁错郎 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 所以一定要睁大眼睛 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你步入婚姻的人 嫁对了人 婚姻是你人生更好的转折点 嫁错了人 有可能会毁了你一生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 你说男人会爱陪他吃苦的女人吗 说句扎心的话 男人只有在穷的时候 才会选择陪他吃苦的女人 在男人穷的时候 你陪他吃苦 他当时是会感激的 也可能会爱你 但他事业有成之后呢 那可不一定了 感情中最怕的就是毫无保留的付出 最后换来的却是抛弃 一个女人愿意陪一个男人吃苦 毋庸置疑 他一定很爱这个男人 可这种吃苦的爱情 大部分只适用于共苦 但不能同甘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是因为他当时落魄的状态下 只能选择你 只有你愿意陪着他吃苦 但他现在有钱了 他会觉得你配不上他了 他的选择也多了 他觉得他终于有资格去找自己喜欢的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那么多糟糕之期被抛弃 所以告诫女人 投资谁都不如投资自己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 你知道男人什么时候会口吐真言吗 那就是吵架上头的时候 女人在吵架的时候容易情绪上头 喜欢说点狠话 但男人吵架上头的时候 潜意识里脱口而出的话 往往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才是真话 他们生气时对女人说的所有的狠话 以及难听的言语 都是他们平时内心的想法 之前憋在心里不敢说 但在吵架几眼的时候 会下意识的全盘拖出 男人大多擅长伪装和表演 只有在吵架上头的时候 才会圆形毕露 所以一个男人在很生气的状态下 还能够控制住自己 不肯伤害你一点 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你爱他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两口子 一位老奶奶笑着这样说 不吵架的时候可以为他去死 吵架的时候觉得该死的是他 吵完了以后就觉得 他死了我怎么办 短短的几句话 虽然听得有点糙 但却说出了婚姻的真谛 夫妻之间不就是一边嫌弃 又一边依赖吗 比起相近如宾 举案其媒 我觉得夫妻最真实的感情就是 吵不分闹不离 吵吵闹闹也要过一辈子 就是吵的时候可以骂人 吵过之后主动低头 就是嘴上互相嫌弃 心里却不离不弃 两口子就是嘴上经常说你很烦 但你不在的时候却又会非常地想念你 虽然嘴上说你傻 但心里最爱的人都一直是你 两口子过日子 不求吃香的喝辣的 只求能够和和睦睦 平平安安 幸福一生的两口子就是 砍砍磕一起走 大起大落不放手 今生牵了对方的手 来世还要一起走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 人这一辈子很长 遇到好的人很容易 但能一直待你如初却很难 一个真正能陪你到老的男人 一定能给到你这三样东西 第一 给你独一无二的偏爱 我相信没有哪个女人 不喜欢被偏爱的感觉 什么是偏爱 是毫不犹豫的偏袒和关怀 是无论你做得对还是错 她都站在你的身边 人会说谎 但细节不会 女人要的其实很简单 她得到你多少宠爱 她就有多可爱 第二 就是百分百的尊重 这是无关个人能力和经济水平的 不管夫妻双方 任何一方的条件多么优越 建立平等的夫妻关系 彼此尊重真的很重要 经历的多了 你会发现 那些越有本事的男人 都越懂得尊重妻子 第三 说到做到 信守承诺 不管是谈恋爱 还是在婚姻中 最伤害感情的不是变形 而是不停地用谎言欺骗对方 一个爱说谎的男人 绝对给不了你幸福 他能骗你一次 就能骗你一生 忠诚是对感情最基本的责任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幸福的婚姻可能只有一种 不幸的婚姻 却各有各的不幸 现实生活中 夫妻两人过日子 往往有三种模式 但真正能过到老的 却只有第三种 第一种 从无话不说 变成无话可说 有太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婚姻 婚前风花雪月 满怀期待 男人无话不说 如胶似膝 婚后柴米油盐 养育孩子 处处要钱 男人为了生活 一个接一个的应酬 回到家根本没有力气说话 或者因为压力 逐渐变得沉默起来 原则每天生活 孩子两扳倒 带孩子带到崩溃 想要和身边的他说说话 他却没有时间搭理你 生活重压下 鸡毛蒜皮的琐事 都成了两人吵架的导火索 抱怨指责 充斥了两个人的生活 没有精力 也没有心情和对方沟通 最后导致两个人的心 越来越远 第二种 婚姻里没有界限感 没有界限感的婚姻 会把本甘幸福的家 缴获得支离破碎 典型的代表就是婆媳关系 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入侵 会把家庭关系搅成土豆泥 比如说婆婆认为自己是长辈 利用自己的权威 肆意对儿媳指手画脚 儿媳天天被这种指责包围 丈夫也不帮着妻子 刚开始或许可以忍受 时间一长 势必会产生怨气 要么逃避 对婆婆敬而远之 对丈夫的态度也随之冷淡 要么和长辈对着干 和丈夫闹 家中一团乱马 面对这种情况 胜利者一般都是婆婆 女人能做的只有离开 这就是家人 丈夫没有把握好界限感的婚姻 第三种 夫妻之间能够平起平坐 这就像生意伙伴 实力相当也能合作共赢 朋友之间 经济基础也不会相差太多 爱情亦是如此 一方能力很高 太过强势 另一方太过弱势 时间久了 关系都会适合 再加上不理解 误会 不会沟通等等 到最后也终将擅长 良好的伴侣关系 既不俯视 也不养视 而是平起平坐 关系对等 所以说两个人 能不能过到老 看平时怎么相处 就迟到了 夫妻看似伴侣之间的结合 其实也是亲人 更是朋友的关系 毕竟两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各种复杂的感情 都会绸合在一起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我是妻子 就该无理取闹 她是丈夫 就该挣钱养家 作为伴侣来说 这样想没有问题 但作为朋友 亲人呢 是不是该有体谅 该有感恩等情感在呢 相组模式对了 那走到尽头的 肯定是幸福美好的婚姻 我是白晨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